前几个礼拜有跟各位谈到 就是美国对中国做的情报工作 我们有谈到它可以伪装成为 私人企业 律师 记者 留学生 各种身份 那我们有谈到的另外一种形式 就是这种方式 也就是说去咨询顾问公司 跟它合作 那美国的合作的方法是这样子 就选定锁定一家这个咨询公司 然后或者是美国自己本身 就到你中国成立这样的一个咨询公司 然后再聘当地的中国的员工 培训完了以后 他们的任务是什么呢 任务就是透过中国的员工 对于中国的这个各行各业的了解 然后去广泛的收集各种专家的名单 不管是生物科技的医疗的 半导体的或者是军工企业的 各种各样的大学的教授 还有这个在工部门 国营企业和工作的所有的 而且鼓励他的员工尽量去参加 各种高端的这个研讨会 那去研讨会以后 就是以一种猎人头的身份 或是以一种这个咨询的身份 就去跟这些专家接触了 那跟这些专家接触以后 就开始提供各种咨询的服务 就是说你提供我一些我所想要知道的事 我就付你很高的筹码 然后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美国就透过这种方式 把他所要收集的各种情报 就这样子不断的在吸收 不断的在网络 汇编完了以后再送回美国去 不管是用电船电邮 或是用各种加密文件 就送到美国 那他有的时候碰到一些 例如说在中国国防科技担任 或者是在于大学里面担任非常敏感的 而且重要科学技术的这些专案人员 那他本身由于受到 他的这个专业的一个限制 他不能够抖落的时候 他有时候会有警戒心 那他们怎么化解他的警戒心呢 他就说你不要告诉我答案是什么 你只要说不是 不是 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他就会提出说 那你们现在假设我只会问你说 你们现在这个太空科技 做到什么样的情况 是不是 他说不是 那如果说你们现在已经那个 会转弯的时候 他物理原理是怎么样 是还是不是 他只要讲不是就可以 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去印证他很多 当初他们在研究中国的一些 很神秘的高科技 我们叫黑科技 在黑科技中 他想要知道的这些 最尖端最顶级的机密资料 所以你不用告诉我内容 你只要说是跟不是就好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他就可以收集到非常多的敏感 而且游走于这个法律的灰色地带 那现在这个机构被破获了 那被破获以后美国跟欧洲 怎么会选到这一家 就是说他是不是其实有一个名单 然后其实早就锁定 那选上以后就培训 培训完了以后就让他们去工作 所以有些人是不明就里的 就莫名其妙的就帮美国的间谍服务了 有些高层的是都知道清清楚楚 因为他拿到的是巨额的钱 那大陆怎么知道要查哪一些公司 因为他本身大陆 大陆本身也会收集各种资讯 例如说奇怪怎么这些讯息会流出去 或者是怎么美国会好像掌握到 某一些讯息 而那些讯息只有哪一些人知道 他们就会去接触 然后再看这些人在这段时间跟谁有来往 有通讯记录 那如果一旦有通讯记录 一发现怎么都跟这家公司有关 对 例如说那么他们从 怎么跟这家公司多少之间都有关系 或者是通讯网路上有关系 然后都是以专家咨询的名义出现的话 那他们本身就开始去追踪这家公司 然后在最后就破获 那这次 可是你看外国人永远是这一回事 一旦一家公司被破获以后 他们的商会就开始演戏了 演说中国现在在打压外国的合法的企业 然后就造成美国的外资逃亡潮 其实根本都没发生 全部都在制造假新闻 是这样 绝对没发生保证 那我也听听看蔡委员意见 因为其实说真的 的确外媒也说很重视这个事情 你看金融时报就果然有报道 说这是标志中国当局首次承认 针对这公司的行动规模 还有对这个行业 更广泛的打压 说这个在国际业界 已经有越来越大的恐惧了 然后路透也说 欧盟表示 中国对咨询公司打击不少好消息 中国官方媒体已经暗示 当局会加强执法 然后BBC也说 外资会不会逐步的撤离中国呢 这个问号要不要改成惊叹号啊 那你看就是说外媒的连番的这个报导 那究竟是不是真的会引发这种外资撤资呢 可是大陆的官方其实不是正在忙着 希望在意后要积极的招商引资 但是现在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报导出来的话 会不会影响到外资 影响有什么关系啊 美国在用国安法在打压各式各样的中国企业的时候 他有没有担心到中国企业撤资啊 没有啊 那这种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对决的时候 要担心什么外资撤不撤啊 滚远一点早点走 好得溜着坏得滚 那个走不掉的Apple加走也走不掉也不肯走啊 马斯克他走也不肯走啊 他怎么肯走还加码了 本来就是嘛 所以不要去理会这些人讲什么 其实我要不客气讲一点 大陆这件事情做得太慢太晚了 你想想看 最早最早在进行对中国大陆的企业制裁的时候 美国人情报哪里来的 孟晚舟当时被抓的理由是说 汇丰银行有人写什么报告 消息从哪里来的 我跟各位讲 其实我们在上街都很清楚 从中国到改革开放的时候 美国的间谍是极体蜂涌像大黄蜂一样 像蝗虫一样涌向中国大陆 这不是秘密嘛 这不是秘密 那我们举个例子 前段时间说 那个 施明治集团 Mins Group 他是搞征信的 美国专门搞征信的 在世界上数一数二 你上次抓了他的人 他现在有没有撤走 没有啊 走了没有 生意好的很啊 为什么 中国大陆正一直很逼着 为什么 他明明知道 CIA花钱找这个民事集团去做什么事 他是找了相关的人 当然这些顾问公司有个特色 比如说我的客户 韩兵不知道 韩兵的客户 他不知道 这是一种顾问公司经常干的事情 是这么做的 所以 这种黄火墙一隔绝的时候 然后 这个中国大陆 抓韩兵就不会抓到蓝月间 这证据是隔绝的 他们很厉害干这个事情 明事集团正信公司 然后请问一下 这个所谓的Bain & Company 是美国三大顾问公司 Bain & McKenzie Boston Consulting 就是在这Bain & Company 这三家顾问公司 他有没有接中情体的订单 有没有接美国国家订单 有没有接美国产生部订单 有啊 怎么没有呢 他是有名的管理顾问公司 什么叫管理顾问公司 就是渗透各种管理阶层 很简单 对不对 那这个情报单位给的钱 跟一般客户给的钱的家 不一样 不一样 再来 凯胜龙英公司 是中国大陆自己的公司 对 他手上有的中国大陆各行各业 不管军工业 什么任何行业的 专家名单 数十万个名单 是 请问你一下 中国过去 美国人为什么那么精准说 哦 这个就是周一群做的 这个就是 这些人命做的 都是内鬼 我跟你讲都是内鬼 为什么这些内鬼 比如前段时间气球被打下来了 连那个做气球 那个厂商都小的不能小 他们都知道 谁提供的 就是这公司提供的 你以为美国中情局 闲得没事干 派那么多人在管这件事情 没有的嘛 花钱买就有 那为什么中国大陆 这么多这种公司上面 被美国人一买就可以做呢 因为在这个地方 以前中国总觉得美国人是好的嘛 对不对 改革看 帮我们那么多嘛 还有人家说 哎哟 有的没有的 美国人你看 哎呀多好多好 这种习惯上来 对美国的缺乏防便 现在慢慢就知道事情大条了 到底有多少中国的各式各样的资讯 掌握在美国人手上 你不知道 那谁在渗透 这些单位 会计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那个管理顾问公司 什么人力仲介公司 这些最容易被渗透的 所以我只能说 有点晚 但亡羊补牢 比如说凯胜龙英 就被抓了两个人 算是证据比较确凿 有点人说 杀一 这个杀一警百 这种做策略而已 就以后要接客户 稍微比较谨慎一点 那个条件太好了 你就知道是有鬼了 那 备用公司也是被查了 有没有走啊 没有啊 那这些被查都没有走 没有要测试你其他人 在话修是不是 对不对 不很奇怪吗 施明治没有走 碑没有走 凯胜龙英只是 因为他现在准备在香港上市 有了这个案子以后 香港证交所不敢让他过 暂时卡住了 可能会退 会hold着 不会退这样 就跟你卡住了 不神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查 只是刚开始而已 那这个大陆安全当中 真的要更努力一点 要不然的话 大陆现在是从什么 从客厅被人家看到 这个卧室 现在已经被人家看到浴室了 看到马桶了 还不赶快查 我们在52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 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 被降触击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是我们不放弃 让真相被听见 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 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您赶快下载 中天新闻网APP 因为这个APP非常贴心 中天的新闻 直播 节目全都在里面 一次满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